用电话我来串门 你干嘛 这个月的电费800多 刚才不成功 不活一天你先下来有话好好说啊 什么想不开 我要看看它是不是570号 云南一度电才4毛出头 怎么就这么贵了 那么便宜 还不用开空调 肯定侦探啊 我们居民用电的5毛6毛 那5 6毛也不需800吧 不是 你误会了 我们居民用电5毛6毛 你这个家一块半 凭啥啊 那你住的是城中村的嘛 你包住我是不是告诉你 还有什么电表保养费啊 供餐电费 是啊 冷在水里咯 你马上关空调 蛤 我来了你才关啊 你没担心啊 哎呀 我贝基帮你买两个钟了 空调不开也没关系 反正我的粮食马上到货 买粮食干嘛 我之前不是给你们拿了吗 不要啊 这种 下雨就发霉 我买的是老粗布粮食 哎呀呀呀 结果 都不做的吗 一直都是布 从小睡到大的我 它是纯棉的 纯棉怎么凉啊 肯定是足的凉啊 你要行不够凉不够舒服 你就买家后的 你还都狗咪啊 我的老瓜家宰不了啊 哎 王龙仔 这两天这么大雨 你说 周一会继续吗 哦 很有可能啊 那会不会 红色暴雨预警 红色暴雨这么兴奋呢 你是变态吗 哎 广东现在 红色暴雨预警 就自动停课嘛 然后呢 然后我们上班族是不是也 上班族也 要注意与散范公司门口了 没意思 在我们老家景点都有的休息 就我们打工人没有 喂 你们几个是不是就傻了 你又说什么景点休息啊 我老家黄沙 天都风就是五年休息一次 一次三到五年 喂 景点什么都不干 我也什么都不干 凭什么景点可以休息啊